大家好,我是陳良兒,8月未來 是否以為我會走數不講每月的遊戲介紹呢? 當然不會啦 準備來到9月,大家的暑假都要完結 但暑假結束,我們的遊戲人生沒有那麼容易結束 即是來看看9月的遊戲有什麼玩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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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ojo粉絲有福了 Jojo的奇妙冒險《群星之戰》竟然會出重製版 遊戲是由Bandai少數出色的工作室 Cyber Connect而開發的動漫改編格鬥遊戲 重製版集合了舊版全部的DLC和所有角色 總共收錄了由第一部的幻影血脈 一直走走走到第八部的Jojo Lion 一共八部作品,多達50名登場角色 而且這次的重製版不是單純的畫質重製 亦調整了原有的遊戲節奏 追加了跳躍衝刺等等的系統 而且配音還要沿用動畫版的日語配音 有興趣的玩家9月1日就推出了 記得留意,所有平台是有得發售 來吧,Ledicine 頭好痛啊!突然有一些很不好的回憶湧上來 這遊戲一直都不肯出第二集 這隻是The Last of Us 他終於又要Remake了 這隻這麼有名的遊戲 背景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不再多說了 這次的Remake就完整修錄第一集的DLC 用PS5的性能去大幅提升各方面的體驗 也針對了PS5的手掣 支援一些板機的回饋和觸覺回饋 而且還強化了物理模擬的效果 這些子彈是真的可以打爛一些環境的物件 哇!他還很新穎的可以幫兩位主角換不同的衣服 撇除這些這麼有新意的東西不說 其實這次製作團隊還和玩家的社群合作 去推出了一個叫永久死亡的模式 其實這麼有玩家心的廠商 現在真的少見了 說真的,這個永久死亡模式好像真的不錯 這麼好的重製版遊戲只需… 568元? 呃…當我沒說過 The Last of Us Remake的PS5版 將會在9月2號推出 PC版也會隨後跟上推出 如果你想體驗這隻第一集 這麼好水準的作品 都可以入手試一下 不過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第二集 哇!聽到這個大名 馬上覺得很暖心很窩心 但又有點胃痛的感覺 這隻來自深淵就是一個動漫改編的遊戲 他的世界觀就是這個世界有一個很大的洞 叫做Arbysus 這個Arbysus總共有八層 每一層的生態都不一樣 越接近底部就越危險 深淵每一層都居住了不同的怪物 不同的環境 有著很多奇形怪狀的世界觀和生態圈 至於深淵裡的東西是好還是壞呢 就讓大家自行探索 而且深淵向上返回的時候 亦都會有一個叫做上升壓力的東西 受到上升壓力的人 會受到不同的詛咒 如果你在很底層的地方上去 那個上升負荷就會越來越大 嚴重的更加會導致死亡 但是這個深淵就是如此吸引 在這個世界裡面就存在著一種叫做探佛家的職業 負責去探索深淵 而主角利可就是其中一個人員 故事極度暖心 強烈建議大家收看 這遊戲分了兩個模式 一種就是可以直接重溫原作故事內容的Hello Abyss 另一種就是可以化為身手的探佛家 向深淵的深層挑戰 體驗完全原創的故事發展 Deep in Abyss 而且它的暖心內容似乎沒有被和諧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到時會痛一下 素巴拉斯 我愛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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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這麼快 已經有一個雲系遊戲可以玩到 由法國團隊Spider 最新研發的雲系動作遊戲 Steel Rising 主角艾吉斯說他是一位機械人 遊戲同樣有著體力和來力限制 遊戲中的敵人大多數都是以機械為主 在畫面上看 動作真的充滿著機械人的關節感 硬硬的感覺 但看上去又不會不舒服 作為一款Show style的遊戲 怎麼可以沒有一些它的特色 遊戲中有一個系統 叫做Cool Down系統 在你做各種動作的時候 內力槽位都會消耗 內力槽位空了的時候 看準時機按相應的按鍵 就可以一次回復大量的耐力 如果太早按的話 就會令到自己短時間裡沒有辦法回復耐力 而且太頻繁地用 也會有相應的副作用 武器設計也相當有特色 好像戰擊一樣 除了本身有較遠的距離之外 也可以進行遠程攻擊 還有平時近戰武器不會出現的線 可以打出華麗的年段 遊戲中也可以打開簡單模式 每個玩家都可以因為這樣而輕鬆玩 因應自己的要求去進行自己想要的遊戲 這隻Steel Rising 將會在9月8日 在PS、Xbox和PC平台上市 9月焦點要來了 Spratoon 3 任天堂全新大作 任天堂最近在8月10日的Spratoon 3 Direct 公開了更多有關Spratoon 3的相關資訊 我們在這裏就說一下有關這隻遊戲 是玩什麼 Spratoon 3是一隻第三人稱動作射擊遊戲 玩家分為兩隊 一隊有四個玩家 玩家的物質武器可以用自己的隊伍顏色 來圖抹地面 圖抹面積多一點的一方就當它贏 玩家除了人類型態之外 還可以變身成為魷魚 變身成魷魚就可以在物質之間 四圍穿梭快速移動 躲在物質時還會隱藏你的身軀 簡介就是這麼多 我們來看看第三代到底都有什麼 首先最最最重要的是 系列首次中文化 之前的集數都是沒有中文的 同朋友推測的時候 就會覺得沒有中文很難入手 現在就不同了 遊戲看下去就因為有中文就教易上手 可以順便介紹給女生朋友玩 除了原本已經有的武器 也更新了兩種蠻蠟地區的新武器 分別是獵魚弓 可以儲力 對敵人使出精準射擊 另一種就型 叫刮水刀 揮動武器的時候可以發出類似劍氣的效果 還可以使出儲力的斬擊 打出很高的傷害 之後要介紹的系統就是特殊武器 可以當它是類似必殺技的系統 通過逃抹的時候累積這個儲力槽 滿了的時候就可以發動 今次都出了幾款新的特殊武器 分別是能量站 可以在地面放一些雪櫃 走過的隊友可以拿到不同的Buff 另外就有彈跳星立 放在地面之後就會向四圍發出陰波 陰波打中敵人的時候 敵人就會被標記位置 敵人也可以通過跳躍避開星立 之後就是鯊魚座旗 可以直衝一大段距離 當你停下來的時候 會對附近造成大範圍的傷害 接下來就要介紹城鎮 萬豚鎮 充積著很多不同風格的建築 功能就是可以在城鎮購買不同的武器 服裝 去自訂自己的角色 可以把自己的角色扮成很有型 而它也推出了幾個模式 首先就是看上去澳洲不會玩的佔地鬥士 玩家可以自訂自己的牌組 每一張牌都有不同的格子組合 來跟對手進行一打一的對戰 最後就看看哪個佔領多點格數 就是哪個贏 不過我想你買Spartoon 都不是為了玩這個模式 之後就有我個人比較有興趣的PVE模式 Saman Run Next Raver 它是類似一個首點的模式 玩家四人小隊就要去防止三文魚的襲擊 它有很多不同的三文魚要你擊退 最有巨型的BOSS 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擊敗它們 然後就是英雄模式 它是一個單人模式 玩家就要面對邪惡的章魚軍團 在關卡中有不同的機關阻止你前進 在單人模式裡面順便可以學習對戰和武器的基礎知識 然後在這個模式裡面有獨有的故事讓你去探險 遊戲裡面還有祭典舉行 看上去都頗有氣氛 在祭典的時候還會有新玩法 可以分開三個隊伍進行對戰 而且還會在兩年內以每季更新一次 看上去其實真的頗好玩 說真的四百多元任天堂都算是佛心 Spartoon 3 將會是9月9日 六戰任天堂作品 這隻可愛到爆炸的遊戲要出第二集 這款遊戲是一款模擬農場的經營遊戲 但你將會不是再養普普通通的動物 而是超可愛的四川辣王 不是不是 史萊姆先 遊戲裡面有很多不同款式的史萊姆 每一隻都要不同的方式去收集它們 而去到第二集玩家就去到一個叫彩虹島的島嶼進行冒險 而彩虹島上似乎有一個秘密等著玩家去揭秘 當然最重要就是收集各種不同可愛的史萊姆 但有件事都蠻可惜的 遊戲就不支援多人連線 不過官方接下來就會說有幾次免費的更新 希望到時他會更新到多人連線 史萊姆目牆2 將會在9月23日在Xbox PC登場 順帶一提 第一天他就會登上Xbox Game Pass 女神戰記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上一集已經是2008年的事 想不到過了那麼久還要有逐集推出 Square Enix真是想不到 本作作為動作RPG 也是系列的第一款動作RPG 玩法看上去有點像破曉傳奇 這遊戲也設有Perry、閃避等等的機制 主角出的招都算是蠻華麗的 也很多變 遊戲也加入了原班底音樂家 英廷統普社的音樂 而且本身在PSP上推出的初代移植版 女神戰記雷拿絲 也會移植到PS上推出 更會有更多不同便利的功能 一次過收錄在女神 極落淨土的數位豪華版 以及實體典藏版 不知道這隻隔了那麼久推出的遊戲續作 會不會令到玩家有驚喜呢 不過這遊戲其實大家都沒什麼印象 Anyway 這遊戲就會在9月29日在PS上推出 今個月的精選遊戲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觀眾覺得有什麼下個月你一定要我去介紹的話 記得跟我說 喜歡的朋友也要按LIKE 未訂閱的朋友記得訂閱 每晚10點我都有機會和大家去直播 不想錯過的朋友記得按鈴鐺 每個星期六我都會為大家帶來遊戲的趣味 而每個月的月尾我都會為你們介紹下個月的遊戲 我是陳丹怡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